还没用 对不起 对不起好用吗 我问一下 你真的要雨飞出来吗 我要她出来 我要把话说清 我告诉你啊 如果这事这会儿收场还挺好 你要让雨飞真出来的话 就大家伙都难看 没关系 飞飞出来吧 你要是喜欢 你就去告白 你得做得真够绝呀 你呢 我也希望她出来 我们三个把话说清楚 那以后公司里边还呆不呆 我此时此刻在想 如果我是你们公司的老板的话 我内心是一个什么感受 这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今天来也是大算要辞职 辞职的 你也要辞职 是 这老板可真倒霉 老板招谁惹谁了 我辞职是为了你 我为了要你做我男朋友 你辞职呢 你辞职为了什么 既然你希望 你希望那个雨飞也出来 是吧 这雨飞要是再辞职 那该怎么办 你这公司没了 因为估计同事关系 小枫多次以办公室禁止恋爱的理由 拒绝了月月的追求 而小枫在来到现场后 面对月月的强势 终于勇敢承认 自己喜欢的人 却是一向温暖可人 陪着月月来告白的同事 雨飞 在这样极度尴尬的情境之下 一向高调的月月 却走出了非常大度的选择 那么 没有明确表示 不喜欢小枫的雨飞 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 在开门之前 你必须先向月月道歉 月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之前一直没有把话跟你说清楚 伤害到了你 真的很抱歉 你去吧